这头古兽如柴的大象独自来到村子 见到村民后竟单膝下跪向人类求助 好在有人愿意出手相助 这头大象遇到了什么困难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眼前这头大象看上去可怜巴巴的 身体十分瘦弱 而且身上还有许多伤 这款式大象啊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随着附近的村民越来越多 大家看着这头大象 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帮忙 大象等待了一会后 看到没有人愿意帮忙 竟做出了一个让在场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 只见大象单膝下跪 似乎是在哀求大家救救他 可是很快大象就撑不住了 他猛然倒在地上 那巨大的动静让村民们都吓了一跳 此时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 给相关部门打了电话 告诉对方这里有一头十分虚弱的大象需要帮助 很快当地野生动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赶到了现场 当他们看到这头大象后 也显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情 到底是什么让这头大象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看到大象还瘫倒在地 那瘦弱的身躯 似乎在告诉工作人员自己的状况并不好 大家立刻着手救援 救助人员扒开大象的耳朵 找来一瓶营养液 并已挣扎了进去 疼痛让大象躁动不安 不断地尝试用鼻子来阻止工作人员 大象的救援会顺利吗 这头皮包骨头的大象浑身是伤 闯进村子后 向村民下跪求助 他遇到了什么困难 最初工作人员的针扎进去的时候 大象还在不停地躁动 并且用鼻子是图阻止工作人员 但是慢慢的大象也明白了 这是在救自己 逐渐适应并安静了下来 随后工作人员仔细检查了大象的身体 发现他的身上有很多伤口 看起来十分凄惨 根据村民描述 这头大象其实早在几天前 就一直在村子附近转悠了 在几天前 这头大象就受伤了 一直到今天才来寻求村民们的帮助 此时的大象正躺在地上 因为长时间没有进食 外加天气炎热 所以这头大象看起来无比的凄惨 而且经过检查 大家发现这头大象还有眼中的脱水 为了让大象好受一些 村民们找来了许多水 开始向大象的身上泼水 随后工作人员也配置了一些抗生素等药物 准备注射进大象的体内 大象虚弱地躺在地上 眼中满是感激 由于大象的体型太大 所以输液的时间也要久很多 大家就一直陪伴在大象身旁 之后又给大象注射了一些药物 这些药物可以加快大象恢复健康 不过或许是针头有点疼 大象在地上不断地挣扎 可即便如此 它依旧没有伤人 这头皮包骨头的大象浑身是伤 闯进村子后 向村民下跪求助 村民拨打了求助电话 救下了大象 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 过了一段时间后 大家将大象身上的针头拔出来 此时他已经恢复了一些力气 大家开始尝试让大象站起来 众人站在一侧 用力推动大象 帮助他起身 大象也不负众望地站了起来 不过现在的他伤势还很严重 所以工作人员也会更多注意这头大象 他们也有些奇怪 到底是什么东西能把大象伤成这样 大家仔细检查了大象的伤口 发现这些伤口都是一些工具所伤 结合着附近有不少偷猎者 他们经常在森林里布置陷阱 来伤害这些大象 获取他们的象牙 也许这头大象就是触发了陷阱 导致的自身伤受到伤害 好在他没有被陷阱困住 并且找到了象群 然而受伤严重的他 几乎失去了近视的能力和欲望 导致他更加虚弱 直到跟不上象群 这才没有办法来找人类求救了 大家为这头大象的遭遇感到不幸 为了防止更多这样的大象出现 就驻站的人决定去附近的山上 去清除那些偷猎者布置下的陷阱 大家上山后果然发现了许多陷阱 其中一些陷阱里面满是血迹 但是却不见动物 看来是已经被带走了 大家相当气愤 总之在山里搜索了一段时间后 工作人员把大部分的陷阱都清除了 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动物